时间这个东西应该是自古以来最无解也是最不公平的吧 你无法回到过去改变汉式 每个人拥有的时间也不同 Hello大家好我是祥安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款国产的文字冒险游戏 以时间为主轴的故事 湛蓝牢笼 故事开始在一日高中的毕业旅行 而主角则是一位喜爱名为十只旅列车 总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一日高中普通的高中生 吴时 十只旅列车是世界知名的集团色所开发的海底列车 一般人若想要搭乘这部列车 排队至少要排三年且耗资两百万以上 而色家唯一的接班人色月便在此读书 京东琴棋书的色月虽然很少来学校 但为了难得的毕业旅行 特意让一日高中的同学们来搭乘十只旅 为自己美好的青春留下一笔特别的色彩 吴时与两名青梅竹马的好友 恒生和雨光一同前来参加这个毕业旅行 在南海底的美妙风景 好话难得的美食 在色家的斗内下 所有人都玩得不亦乐乎 直到中午时 与朋友们打闹的吴时意外发现 举办人色月似乎有些坐立难安 且随着时间越来越沮丧 最后干脆离开车厢 对此感到好奇的吴时便偷偷跟了上去 意外的听到了这位色家大小姐的心声 原来色月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能够交到朋友 却因自身气场太强大 导致没有人敢站在她的身旁与她交流 咳咳咳我是说交流 听到色月新生的吴时 原本想要装作没听到转身离开 但此时色月似乎发现了什么 急冲冲的跑向后面的车厢 按捺不住好奇心的吴时也跟了上去 发现原本只有十二节白色车厢的十只旅 不知何时多了第十三节不祥的黑色车厢 然后便在色月的质问女伙喊中昏了过去 醒来后发现身族在色家大小姐的车厢归房中 这里布置得十分雅致 除了一盒诡异的脆离书 破坏了房间的风格让她在意 醒来的吴时也发现 好友与光兴盈已久的对象千渊 原来是色月的专属女仆 也不知是色月的示意又或者是千渊自主行为 千渊威胁吴时不可将第十三节车厢的事说出去 否则将面对庞大的色家的永生永世追杀 愤怒的吴时虽然气势十足 无奈心事比人强 只能妥协离去 然后就这样闲晃到观赏车厢 得知恒生正到处寻找并关怀失踪儿童的吴时 想要前去与她会合 但眼前却突然出现一道诡异的身影 头戴鸟嘴面具 手持蓝鞋铁棒的人站在她面前 却转眼间就消失了 旁边的同学却说什么都没有看到 怀抱着不安的吴时 在连接处遇到雨光 由于千渊的刻意接触 让雨光对两人的关系误解原地崩溃 对此决定装没事的吴时回房准备睡觉 却在她的床上看到了找她找到累的缠身 两人同床共诊说了许多话 为了不占用时间 想容易一句话总结 爆炸吧 真的先冲 到了隔天日常打到继续 一直到清渊的到来 明明是在威胁吴时 但雨光看到千渊与吴时的互动后 也不知道是看了角度问题还是脑袋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后面 以为两人感情好到交往的地步 玻璃心碎了满地 诶,不对,昨天她就睡掉了 今天连都承受暴击而已 对待吴时已经被纠缠的不耐烦准备离去 千渊这才道出 色月想要与她见面 色月想要对吴时坦诚关于十字旅的真相 但才刚被千渊威胁的吴时根本听不进去 两人因此起了争执不欢而散 却得知一项惊人的事实 十字旅列车便如其名 是一辆在满足一定条件下 可以穿越时空的时光机器 被色月搞得身心不悦的吴时打算回房休息 宇光早已在那等着她交流 两人的深度对谈可以直接总结为 一者为了自己的幸福努力奋斗 努力游说吴时放弃千渊 当然这位是逗逼我们可以先不要理会 另一者为了自己与青梅竹马恒生 两者之间的关系伤脑筋 两人不是情侣 也早就过了会对彼此心动的阶段 却占据彼此身旁重要的位置 十字旅人在行驶中 虽然三天两夜都在海底 但车厢都有不同的活动给大家娱乐 就在此时十字旅突然停了下来 色月也广播让大家不要惊慌 一一下车 曾经闪过被淹死的记忆片段 且得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避旅的巫石 有点紧张 幸好他担心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色月为大家举办了 毕业旅行不可缺少的活动 萤火晚会 让大家以海底为星空 在这中途之战 做出重要的决定 预留下难忘的回忆 羽光在两名损友的打击下 鼓起勇气邀请千渊与他共舞 恒生也在这个萤火晚会上 拿出自己准备的求婚戒指 递给吴时 希望他能够对恒生自己求婚 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家人 吴时觉得这个刻想起来 眼前这个似曾相似的场景 对 这是第二次的毕业旅行 而穿越时空的便是他 吴时 过去的记忆瞬间灌入脑中 让吴时昏迷 也想起了第一轮发生的事 那是场意外 因为恒生的告白 与戒指让吴时整夜未眠 等他醒来时 已经是第三天的中午11点50分 意外也在这时发生 大量的海水灌了进来 因为车厢摇晃和动弹不得的吴时 就这样被淹没在那湛蓝的海水中 一切的因果都被固定在中午12点 在这前来的吴时 在医疗车厢中遇到色月 与色月的对谈中发现 吴时确实是穿越了时空 但却不是十字旅的使用者 而且他还知道一件惊人的事实 因果已经固定 认明他如何挣扎 也逃不了中午12点死亡的命运 半崩溃的吴时不顾一切的躲了起来 为了不让色家的女仆找到自己 吴时发动陷阱卡使用色友之处 召唤雨光脱光光去泳池旁 等待心仪的谦渊穿着泳装出现 借此让色家女仆的注意力被雨光引开 哎,好啦,也没有脱光光 至少还有穿泳裤吧 没穿的话我很怀疑 他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虽然海底好像看不到 原本也想利用恒生引开女仆们的注意力 但思考后选择对恒生坦白整起事件的经过 然后便在车顶上等待恒生的到来 等了许久都没有等到恒生 等来的是之前看到的鬼异人影 手持铁棒而来 叫他不要督管闲事 并声称时间的秘密是属于他的 让吴时明白 眼前这个怪人便是色悦口中的使用者 S 然后直接被爆头失去意识 谁然后发现自己又再一次的躺在宿舍车厢 时间来到了灾难降临的时刻 吴时再次被海水淹没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隐约间 他看到了有另一个人影与他一同漂浮在水中 第三轮碧驴又开始了 为了更加了解十字旅 吴时到医疗车厢埋伏等待色悦 想要用前几轮的记忆装成S来换取情报 色悦为了说服吴时不穿越时空 告诉吴时关于时间上的理论 就在即将抢到十字旅的关键处时 一根铁棒打在色悦脆弱的脑门上 S再次前来 这次他没有对吴时动手 只是拿走色悦身上的领章就走掉了 剩下被千冤误会为攻击色悦的凶手的吴时 被色家女仆们追起 为了躲避色家女仆 吴时又再一次的躲在车顶上 看着满满追着自己的女仆们 想要请浴光再次发挥她的损友的价值 帮助她不被色家女仆找到 却怎么也无法接通 连简讯也没有人回 过了许久才有一通诡异的简讯回复 S利用简讯与吴时再次对话 前面S已告知吴时 若要使用十字旅穿越时空需要燃料 而燃料便是人的尸体 吴时就是最初的燃料 用过一次的燃料是无法重复利用的 此时的吴时想到了 在医疗车厢中看到 那个被包起来的尸体 感到十分不安 饮夜间 他已经想到了可能的对象 不愿意去承认 但又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安 再次回到医疗车厢 查看那尸袋装的人到底是谁 这一看 却让吴时近乎崩溃 那是他的好友之一的 雨光冰冷的尸体 由于第二轮 吴时请雨光帮忙 导致后来雨光碎过头 与吴时一同掌声在海底 S便拿雨光的尸体当作第三轮的燃料使用 之后发生什么事 吴时也不在乎了 只是任由S注射麻醉药到了第四轮 崩溃的吴时为了不让恒生也与雨光一般 直接藉由伤害恒生的方式 想要让恒生可以安然活下来 然后避开了所有人在连接处自怨自意 不知道该怎么办 由于玻璃感发作 差点昏去 幸好恒生此时赶到 给予吴时一时希望 振作起来的吴时再次跟恒生 讲述他的轮回经历 两人发现除了S外 身为最初的燃料的吴时 也可以保有轮回的记忆 这或许将会是对抗S的最大武器之一 此时S突然传来影片要求吴时 与他在老地方等待 为了逮住S 吴时决定先前去车艇回合 让恒生躲在后面偷袭 等了老半天却等不到S的到来 给了S早已猜到两人的想法 抢先一步逮住恒生 S发现只要吴时心中还有一点希望 他都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自己行动 为了阻止吴时阻然自己达成最终目的 狠心的将恒生的手指折断作为威胁 为了恒生的安危 吴时只好认评S的摆布 在接下来的43轮中 直接让S打针让自己昏睡 并没有做其他多余的事情 顶多在第13节车厢外 刻下这次第几次的轮回 吴时也发现随着轮回次数变多 越来越多人在每次的轮回开始 就直接倒下 得了一种名为丧失症的症状 但吴时不在乎 只要恒生没事他就可以了 原本他是这么想的 但有些事不是他想就可以如他所想 更不会因为他怨就如他所愿 在这第47次的毕业旅行 一个让他再度崩溃的事发生了 这次倒下的 是他仅存的支柱 寄恒生 胡思呆呆的抱着恒生的身体 一动也不动 也许是看他可怜 但上帝又给了他另一个希望 色月发现了吴时的不对劲 或许他没有之前轮回的记忆 但观察敏锐的他 马上发现了吴时与他人的不同 让恒生与剩下47名 罹患丧时症的人交给女仆 带着吴时来到了他的房间 那为了让大家有点参与感 大家不妨猜看看 这当中是否有哪里不对劲呢? 那种没有讲评 总之吴时来到了色月的催堤书之间 色月开始一边刻着催堤书 一边与吴时讨论关于时间的各种定义 然后在那化工媲美幼幼斑小孩的帮助下 让吴时了解了石之旅的运作 如果启动石之旅需要满足几个条件 1. 需要知道启动词 2. 需要色月胸前的领章 3. 蓝料 更得知上一次使用石之旅的人 并不是发明者色月 而是他的专属女仆 千冤 也就是说仅有两人知道启动词是什么 但千冤却已经成为丧时症的患者 唯一知道启动词的色月也不可能是S 就在吴时开始感觉不妙 因为启动石之旅需要色月胸前的领章 那就代表S可能会来 想要提醒色月快跑 吴时想的没错 可惜却慢了一步 S一人开悟无双打倒女仆们 冲了上来 利用他前面46人的经验 将色月在吴时的面前活或打死 然后再将吴时打晕重新轮回 吴时再次看着横身倒在怀里 好不容易又有了希望 色月又死去 无助的吴时只能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发呆 没救了 一切都没救了 却在此时又听到了色月的询问声 你的色月并没有被当作燃料 所以没有得到丧时症 激动的吴时不顾一切冲上去抱着色月 让色月也吓了一跳 毕竟没有前面的记忆 这让色月十分惊讶与害羞 撇除掉吴时的嘴见 以及色月复杂的感觉 由于前几轮的轮回和色月后来的补充说明 明白了所谓丧时症 便是已经死去的人意识回到过去 因为已经死去了 就没有所谓的知觉 更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 即便现在停止轮回 这个世界也会随机制造出新的燃料 或许当中有因为S而死的 但更有可能是被世界所害死的 不是这个事件 总而言之 只要不将尸体放入第13节车厢当燃料 就不会重新启动整个轮回 为了主持S 色月将领帐交给吴时 想要主持S继续下去 却没发现S就藏在了床底下 然而同时被袭击晕倒在地 时间再次来到11点50分 这回连同色月也一起被关在宿舍车厢 为了拯救色月 前几次被溺死的经验 成为吴时救命的武器 努力的将色月带到安全的地方 看到色月平安的活下去 吴时十分安心的再次离世 为什么要说再次 色家 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十分大的集团 从小继承人们便被当家的教导着色家的家规 不能说请 因为不能欠任何的人情 不能说对不起 因为色不会犯错 不能说谢谢 因为他人对色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样的教导下 色家有了个最引以为好的继承人 色月 中午十点 色月成功的在吴时的帮助下活下来 嘴巴说着不在意不介意等话语 然后看着倒在地上的49名死者 发现除了第13节车厢再次被人启动外 有许多女仆也在帮忙那不知名的S搬运尸体 将尸体们都放到第13节车厢 发现这件事的色月很快就知道 这应该便是色家的当家 色老爸的算计 这才让S有人帮助并重新轮回 于是藏在众多的尸体下 把握着这次的最后机会 然后算着时机从S身上拿回领章 他不能犯错 也不能对他人幸存感激 这个傲娇 我是说这个骄傲的大小姐决定打破誓言 重新启动轮回拯救那个为了自己又牺牲的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在即将重新轮回时 色月在S被扯掉面具 却看不清面貌的脸上 看到了一丝笑容 这回是第14节车厢的世界 时间回到了24小时前 无时再次醒来 并被傲娇的色月毒打了一顿 然后又因为千冤倒破色月的害羞 脸上再次被疯狂输出一轮 由于春月时空的人不同 就像是游戏换人玩一般 S不再是那一个多了其他很多经验的棋手 而是个对未来什么都不知晓 甚至连存不存在都不知道的人 且那些罹患丧时症的人也都获救了 包括十字旅的上一个使用者千冤 色月在确认千冤的忠诚后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今天必须透露启动词给人知道 千冤会透露给谁 千冤表示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他打算透露的人不是别人 而是刚刚脸上被疯狂输出的男人 无时 因为这是他且无时的 两人前往用餐车厢 撇除掉有人想要用自我毁灭的方式 好了色月与千冤不再接近无时不说 这是色月第一次与无时外的人交谈 虽然跟预想的不一样 但也还算融洽的相处着 四人都没有发现在他们交谈中 周围的人通通不见了 无时发现了这点感觉不妙 正要招呼众人跑路时 那前面48轮的恶梦轮回重现 S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突破了雨光的防守冲向无时 来不及逃跑的无时眼看到被击中 恒生却突然抢先一步挡在无时面前 眼看即将打到恒生时 S突然停手 原来色月为了确保无时两名好友是否有问题 请千冤来试探他们 这无疑是踩到了无时的地雷 无法谅解的无时独自一人回到了宿舍房间 然后被挂在天花板上等待的千冤吓得半死 这位千冤并不是被色月指使 而是自己偷偷跑来找无时 告诉无时关于色月被色家的家规束缚 以及他所知道的色月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告诉无时一件十分令人惊愕的消息 上一次千冤使用十之旅 是想要拯救身为消防员殉职的哥哥 也就是在一年前拯救了无时的那位消防员 但因为十之旅无法改变被固定的过去 不甘心的千冤就这样一直不断的重复魂回 即使身心灵坏掉失去表情也停不下来 不断的重复又不断的失败 当无时一年前被卷进火灾中差点死去 这也是千冤对无时亏欠的原因 无时也了解到轮回多次的代价 不只是无法拯救将会失去的人 更会让人张了自己的手以及失去信念 答应千冤会努力保护色月 无时走到色月的房间为他下午的行为道歉 色月接受需要他在自己的房间不要乱跑 好保护隔日中午会死去的无时 但眼看萤火晚会就要来了 想要再次收下合成心意的无时为了参与晚会 无所不用急急的跑了出去 然后意外摔下火车 直到中午十二点失去生命迹象 让色月不得不再次逆转时间回到过去重新开始 而早上也在无时浮夸没诚意的表演中度过 到了晚上虽然没能拿到恒生的戒指 但也许是为了补偿无时 色月与他一同在车厢中共舞 共舞中无时希望色月因止停止轮回 让一切就这样结束 但色月却不愿意 他想找到让大家都能活下去 也都能够幸福的办法 无时也开始明白为何千冤会跟他说 请他保护好大小姐 因为眼前的色月会因为色家的戒条 让自己陷入无尽深渊 为了不让无时阻止自己 色月将无时用瓦斯昏迷 却仍没有成功的救到无时 虽然无时在色月及时救援下 没被海水淹没 但这次却因为恒生与他的戒指 两人一同掉落十字里 被列车撵过去 也就是说恒生是这次世界所选的燃料 为了恒生 无时临终前祈求色月将时间倒转 色月又将时间倒了回去 也从这次的事件 了解十字里的时空旅行为单一直线 也就是会受到所谓的祖父悖论所影响 跟有因果之间的理关联 因为有无时的死 才会有逆转时空这件事 而阻止无时的死 就等于要杀了祖父一般不可能 因为世界会让你因为这一样的原因失败 但色月并不放弃 不断的准备齐全想要救下无时 而无时也不断的死在色月面前 死法也越来越不可理喻 各种死法都有不说 甚至重复的死法也出现了 就这样重复了一百轮 牺牲者也多达99人 或许是发现不管怎么做都没用 色月这回没有昏迷无时 也许是无意间曾经听到色月脆弱的质问 无时知道现在的色月是强生者 被色家借条束缚的色月无法在他人面前做自己 只能一直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面对大家与自己 而经历了一百次的轮回 便利崩溃的色月已经无法在大家面前保持自我 干脆躲了起来 当然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让他不敢面对无时 这一百次的轮回 让他隐约的猜到当初第13节车厢的S 可能的真正身份 为了阻止色月这次轮回与拯救即将崩溃的色月 无时利用恒生将色月骗了出来 并对他打麻醉针让他无法行动 然后打算请什么都不知道的雨光成为使用者 就这样让一切结束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一百次轮回的执念 色月让自己摆脱麻醉的限制醒来 并偷袭雨光 色月无法也不肯停下来 想要抢夺无时手中的徽章 两人开始了你追我跑官人不要的游戏 无时总是在最后一刻成功的来到最后的那一节车厢 然后在即将溺斃的前一刻 将手中的徽章丢到深蓝大海中 就这样离去了 但没过多久却又突然醒来 时间再次倒转 这回倒回去了36小时前 车厢也多了一截 愤怒的无时以为色月又再次逆转时空 想要过去跟他理论 却发现这时的色月已经不再是 曾与他一同奋战 经历了百次孤独轮回的色月 而是一个被起去记忆 不再是使用者的色月 除了无时 根本没有人知道前面那148轮的轮回 不只是本身的玻璃感 一股巨大的孤独感也从无时心中涌了上来 导致过度唤气的无时几乎都要晕倒了 幸好在这片对无时来说的虚假中 唯一的真实出现了 恒生再次抱着无时安慰他 就如色月所言 恒生便是无时的精神安定计 只要有他在 无时的世界永远不会崩坏 为了让无时打起精神 恒生与雨光两个火宝又开始耍宝 然后间接的害无时被色月给追杀 有前面148次轮回的经验 让无时得以用翠梨珠将色月成功引开 一边自嘲那么多次轮回只学到这项技能 一边想要找到15节车厢世界的使用者 无时来到了熟悉的医药车厢 想要将麻醉药带在身上一防万一 却发现原本该是满满的麻醉药品尽存一根 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 同时也看到一道诡异人眼爬到车厢上 决心查出真相的无时也跟了上去 看到了早该看到 却始终没有在第14节车厢世界的身影 那个把他打晕48次的S正背对着他 一旦失去这个机会 无时就再也没有办法知晓S的真份 不顾一切的无时冲上去接穿S的面具 却因为太过震惊差点跌落车厢底 幸好S伸手抓住才免于一死 色悦曾经说过 想要拯救无时的死 就如杀了祖父般不可能 因为无时的死 才有了开启十字旅倒转时空 这才是十字旅轮回的因果 那谁会为了无时的死重新启动时间呢? 那个为了他不断的重复轮回的存在 无时会怎么称呼与面对他呢? 无时看着眼前抓住自己的恒生脑袋一片空白 原本关闭了13节车厢突然打开 恒生在13节车厢的记忆就这样被无时知晓了 为了拯救无时 恒生在神秘的人帮助下 回到过去要改变无时的死 却也担心无时做了什么多余的事 是要化身为S来狠心的对待无时 让他不做多余的事情 甚至不惜折断自己的手指也要阻止他 但每一次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就如色悦那一百次轮回的失败一般 逐渐身心崩溃的恒生不愿放弃 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决定先装死 让无时与色悦接触并信任他 然后再将拯救无时的希望脱不给色悦 当然这过程其实并不是那么轻描淡写 但为了不拖时间只好快速的讲过一轮了 无时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为了阻止眼前这没有13节车厢记忆的恒生 一针马这剂直接扎在恒生的脖子 让他昏过去 然后开始思考怎么阻止这一切 由于前面几次的经历 让无时明白只要他会死 不管怎么样都会让恒生重新启动这个世界 即便他将徽章丢弃或毁灭 徽章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在恒生手中 然后再次重启轮回 这回无时突发奇想 直接让自己成为最初的燃料与十字旅的使用者 不顾敢来的色悦的竹子 创造了如同莫比乌斯淮一样 即使开始与终结 却也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必所循环世界 因果完全固定在他身上 只有他一个人牺牲然后重启 除他之外 没有人知道轮回的记忆 他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与十军之神对抗 看是无时先受不了的崩溃解除一切 还是十军之神要出面阻止这疯狂的事件 一部电影看一次有新鲜感 看两三次开始渐渐失去那个感觉 那如果看到了十次 二十次 甚至上百次 重复经历着一模一样的场景 不论中间怎么改变细节 最后人是在这赞人的劳人中不断的重复轮回 连你的孤独感有谁能够忍受 博士一开始还能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可以撑过去 但很快的他就知道他有多傻 他的内心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坚强 重复了三百多次的他独自一人在车顶上大哭 因为没有人知道 就算有人知道他的经历 到最后又会忘记 只有他一人还记得这一切 没有人可以安慰他 帮助他 他也曾经尝试过 想要将自己的意识传送到未来 但就在他要这么做时 却发现那是一条死路 不归路 无路可走 无法可想的无时 就这样在车顶上发泄情绪 却被眼前出现的人吓到脸色发白 恒生努力的爬上车顶找到无时 虽然无时因为做了三百多遍同样的动作 根本没有人可以发现他的不对劲 但或许是冥冥之中有所感应 又或者他们两个长久以来的默契 恒生还是发现无时的痛苦并前来安慰 接下来的轮回大致走向都相投 但细节却有所不同 只要无时一个小动作 恒生便会察觉 然后调整他快撑不住的心灵 然后无时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两千多轮 那将近十年的重复时光 也许是真的有神灵感受他的诚意 又或者是真的看不下去 这次终于产生了一个 足以改变匕所世界的变化 因为细节可改 大事无法改 无时就想既然无法改变固定的结局 那将他轮回两千多次的经历 告诉恒生也无妨 反正不管怎么做 都还是一样的结局 而千冤凑巧听到了无时所说的故事 并告诉色悦 色悦知晓后 将恒生请来计划 定律虽由神所制定 但神从不插手干预 即便真的有神 他不论是基于不屑或是无人为力 都无法阻止已经发生的事 但还是有让无时成功脱离轮回 并活下来的机会 而机会也只有这一次 一旦错过 无时就再也没有办法逃离这湛蓝的牢笼 因为不能让无时有心理准备 一旦让他知晓 等待他的还是毁灭 于是一个门店过海的豪赌就此展开 两人用假的S 卫装成时间之神出现在无时面前 然后恒生再次扮演着S与无时对峙 十分了解无时的恒生很快就知道 无时早已知道神是不会下海 而我是说不会亲自出现帮助他 他所等待的是一个能够拯救他的人 本身成功的假扮成未来要拯救他的色月 让无时相信并将他昏迷 燃烧着他的时间 要让他的意识传送到过去 色月也在千冤 还有雨光带来的其他同学们帮助下 痛欧色家当家派来的女仆们 分离十字旅的黑色列车 就这样 这闭锁的世界成功的被瓦解 重复了近十年的毕业旅行也安然度过 如色月所预料那般 这个方法让无时成功活了下来 将整个世界倒向无时没死的世界 无时也下跪拒绝恒生的求婚戒指 他想要的不是这样 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来让恒生幸福并向他求婚 就这样 那无限轮回的秘率也告一个段落了 战略牢笼是个与时间有关的电子小说游戏 总共有三个结局 如果各位在最后选择相信其他人 那整个故事会走向不同的结局 若是让无时选择请色月帮忙 好不容易短暂的骗过时间 让自己到达未来活下去 但也许是他自己知道 未来会使得真相的缘故 即便已经燃烧燃料 而忘记那150次的轮回 最后还是倒在色月的怀里死去 不仅让色月痛苦不已 更是让色家借着色月的十字旅迈向巅峰 这是整个故事中最惨的结局 相信恒生也是让故事停在 两人一同拥抱牺牲 无论怎么样都没有大家幸福的结局 但真结局真的是最好的吗 不时经历了那2000多次的痛苦 如果在当中有一次选择放弃 或者是不曾被恒生发现他的不对劲 也许巫石就真的再也无法逃离那闭锁的世界 甚至会因此犯下大错 在前面几次轮回时 巫石甚至动了想要杀了自己好友的心思 只为了让世界有了一丝变化 到时候他不只是会脏了自己的手 连自己的心也脏了下去 就真的再也无法等到有人救他的未来 看似最好的结局 其实也是最痛苦可怕的 所见巫石最后坚持住 也因为身边想拯救他的好友们 这才改变必死的结局 与恒生一同度过接下来平凡却幸福的岁月 整个故事有如山坡一般 一高过后又一高的高潮迭起 在那劳龙不只是对于巫石的永结劳龙 无论是千冤曾经背负了那十字里的过去 色月被色家所束缚的自我 还是恒生对于平凡幸福的坚持与渴望 以及所有同学们都不清楚的重复的过往 这是一个所有一日高中的战狼牢笼 每个人物也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色月高傲卫装下的脆弱 千冤微笑下的悲哀 雨光逗逼外表下的情意相挺 恒生平凡却执着的追随 以及无时那坚定不移的信念 少了任何一个都会让故事有所不足 是一款值得一玩的游戏 由于大略介绍 推荐大家可以实际玩过一遍 享受这感动人心的故事 当中一些有趣的片段 绝对可以让你会心一笑 嗯嗯 虽然本人因为笑脸低所以是大笑 其中最让翔龙印象深刻 却一点都不赞同的地方 应该是色月在燃烧千冤的时间来到未来 突然想到真正的S是谁 前面已经让大家知道 恒生便是十字里的使用者 但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始终没有被无时知晓 是谁告诉恒生十字里的启动词 又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想法让恒生启动十字里 开始了改变不了的痛苦轮回 色月害怕 害怕是自己让恒生这么做 他自己是为了探索十字里的秘密 故意将两人的悲剧当作一场实验 只为了探得时间的秘密 这边翔龙有不同的看法 色月曾经被无时和恒生两人放闪拯救 让色月知道 他在第一次十字里启动时的所作所为 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色月对他们两人非常在意 搞不好十字里就是因为无时喜欢 所以他才安排的 或许色家会不在意两人的悲剧 而实施这个实验 但我觉得色月不会 至少我认为啦 色月明知道十字里什么也改变不了 但还是会忍不住抱持那一丝的希望 恒生寄托色月可以拯救无时打破轮回 色月何尝不是希望恒生的执着可以唤醒奇迹 让无时活下来吗 虽然有很多想说的故事内容 但一来讲不完 二来觉得还是让大家自己体验与观看 才不会错过这精彩的故事剧情 顺带一提 比起无时与恒生在一起 翔龙个人比较希望的 11P是无时与色月 可惜来自官方的恶意 让我们只能想想却做不到 那看到现在的各位 你们又是希望哪一对在一起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告诉翔龙 让我看看各位喜欢的人是哪些吧 我是翔龙 那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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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